现在全美因为明尼苏达黑人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残暴杀害的事件 引起了全美风起云涌的抗议 就是罢工和暴乱 尤其是在这些大城市就像连锁反应一样 这个愤怒的黑人甚至还有白人 就开始打砸抢 甚至形势超过了这个香港的黑豹 他们就是砸这个商店 抢劫商店 然后这个打砸警车火烧警察局 对不对 让美国简直变成了一个war room 就是一个战争的一个区域 所以美国还川普流氓 不去证实这种现实 他还派这个国民警卫队上街 说可以开枪射杀 这个和平这个罢工的这些民众